聖诞节是一个收圣诞礼物的时刻 很奇怪 不是你生日 但就是你收生日礼物的时刻 原来在这份礼物当中 我发现是神先将一个大喜的讯息送给我们 有天君、天使的宣布和歌唱 祂将一份喜乐和一份欢迎 原来今天这个人世间都需要彼此之间多一份欣赏 顾一下别人的感受 敏感别人的反应是怎样 多说一句欢迎你 多说一句多谢你 这份礼物会带来这个世界很特别的一个惊喜 有一次有一个家庭 他都想和他爷爷做一个惊喜的生日会 所以每个都不告诉他 他生日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派对 老人家反而误会了 以为没有人记得他生日 所以那晚自己在公园里面 一个人在公园当中孤零零 其实全家都在为他准备 人生里面与人的接触是很重要的 我发现有一次有一个女孩子 她接到圣诞礼物 发现有一顶帽 她很喜欢这顶帽 不过他又不肯脱下原来那顶帽 经过很多次很多次劝告 最后他也是愿意脱下 戴上这顶新的帽 每个都说很漂亮 但是他在他的旧那顶帽 就看到他一直不断地拆 然后拆了一条的丝帽 他拆了出来套在这顶新的帽上 很多人就说 这顶新的帽 为何要放回这条旧丝帽 他说这条丝帽 是我妈妈离开世界的那条裙 而我们几兄弟姊妹小时候 我们就答应彼此之间 用这条的丝帽 这条妈妈的裙的这条边 我们将来要相应的时候 就要望见这条的花边 我就可以彼此互相的相应 人生里面 你有什么是能够 令到你的第二代 你身边的人 留下一个美丽的回忆 这个圣诞 你会不会带给他一个喜训 一个祝福 在他的生命当中 你会不会带给他个喜训 你会不会带给他 你会不会带给他 你会不会带给他